微博之夜虽然结束 但是后续热度也是持续高涨 很多个话题仍然霸榜热搜 这不肖战坐姿一态的话题 又上高位热搜引起热议 肖战是微博之夜为数不多的 从头坚持到尾的顶级巨星 他的每一刻都保持着良好的状态 全程不玩手机 配合台上的活动 给出适当的表情和动作 有人说肖战穿的低套高定服装 外套比较长 又有着领口的飘带 只有时刻保持着良好的姿态 才能呈现出衣服的高级质感 肖战的第二套服装上身较短 也是对穿着的姿态有着严格的要求 太慵懒或是坐姿不好 就会特别拉胯 肖战真的是靠自己的 持续几个小时的好状态 展现了两套衣服的高级感 毫不夸张的说肖战绝对给出了 内娱艺人仪态教科书级别的示范 温润如玉又自带光芒 生涂下的肖战也成为热议的话题 在能看见胡茶的清晰程度下 肖战俊秀又不失硬朗的脸 英气逼人真比精修图更为好看 生涂里的他真是天神下凡的感觉 此人只应天上有 人间哪得己回见 一位场内的工作人员说 用帅来形容肖战 就是对肖战的污辱和贬低 网友说一场活动数个小时 肖战竟然一次都没有看手机 真的就很牛 是看出了良好的教养和自律 不给镜头也好 无意的挖坑也好 有意的压热度也好 不管怎么透明化他 他都在那里英俊潇洒 睿智得体 意义闪光 带着强大的气场 根本无法视而不见 所以即便不安排热搜 活动战报也不见踪影 他也能带着超高的流量入局 能够带着三个词条 上到市区 超话讨论到报 领奖时间直播间人数 达到了历史的最高峰值 事后连主办方自己也得承认 肖战出场时 几乎迎来了最高分贝的尖叫声 每一次都是如此 每一次 肖战粉丝盛大的爱 炙热汹涌 释放出的能量排山倒海 这就是巨星的影响力 而巨星从来都不是一张脸的事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